你还不知道吧 你没穿衣服的样子都被人看光了 你用某些APP的时候啊 是不是都会随时随地的开始人脸识别 你不会真的以为拍的画面只是这个圈圈里的吧 我一个在XX做了两年后台审核的朋友告诉我啊 在后台实际看到的画面是你的整个上半身 你洗澡时候的 不穿衣服时候的 甚至是和男朋友精进感情时候的样子 全都被拍的一清二楚 他跟我说啊 天天都会看到无数裸着上半身的女孩子 更可怕的是啊 有些非法分子专门黑镜系统盗取这些视频素材 甚至在某网站上进行非法贩卖 我的天哪 这个后果你们自己想一想 所以啊 要赶紧拉那些新大的小姐妹进来看看 你们手机里这些最危险的设置 到底关了没 首先啊 打开设置 然后找到隐私 接着呢 打开定位服务 往下滑呢 之后找到系统服务 选里面的这个重要地点 然后啊 一定要记住 把这个历史记录全部清除 不然的话 你手机里什么半年前一年前拍的东西 全都被看光了 然后啊 继续回到隐私这里 找到最下面的分析与改记 第一个 先关闭共享i-code分析 第二个 再关闭共享i-code分析 最后呢 只要在设置里找到Safari浏览器 往下滑 把阻止跨网站跟踪 和欺骗性网站警告打开 就OK了 不过不要担心啊 这一套流程呢 安卓用户也同样适用 所以啊 不想被耍得团团转的姐妹 都给我老老实实实收藏好 互联网时代 一定要时刻注意 保护好自己的隐私安全 对了 还有 你知道你自己的手机 很有可能 每天都在监听你的私生活吗 好的 下期不见不散 再会